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月小菜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CD跟數位流的問題 CD跟數位流這個部分 其實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會問我這樣子的問題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現在CD越來越難買了 那是不是要投入數位流的這個陣營 以後聽音樂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那這個問題呢 問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回答起來還蠻複雜的 我覺得在選擇之前 通常我會建議 你先想一下你自己的使用習慣 哪一個方式對你來說比較容易操作 然後哪一個方式呢 比較容易得到好的聲音 那雖然現在CD已經不好買了 不過我個人還是很推崇 用CD播放的方式來做音響的訊源 因為CD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聲音品質 CD要好聽呢 門檻非常的低 你只要找到一台夠水準的CD播放機 接著呢選對音樂的版本 簡單按下Play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聲音品質 那CD在播放的時候 還有一種很特別的算習慣吧 有些玩家會稱之為叫儀式感 在去播放CD的這個動作呢 你會感受到你跟CD音樂之間的一個交流 某種程度上呢就像是我們對音樂的尊重一樣 那CD的壞處當然就是現在實體的CD比較不容易購買 大部分都要透過網購的方式 當然有大量CD的時候 你會發現不太容易去做收納 那有時候呢 你要找一首你想聽的歌呢 可能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夠翻找到 那麼談到數位流呢 數位流當然是以後的趨勢 數位流的歌曲選擇很多 不管是絕版的歌曲呢 或者有一些歌你沒有那麼喜歡 不一定會去購買CD的狀況下 很多線上平台或者說是網路下載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得到這些音樂 你可以建構自己的NAS 收集無損檔案 或者是經過像Tidal、SpaFi、KKBOX 這些線上軟體來取得音樂 如果比起是CD一片一片的收藏 數位流的方式其實你在支出的費用 還是相對會比較低一點 那麼數位流的壞處是什麼 數位流的話一般我都會建議呢 你對電腦或者說是網路的部分 要有一定的知識水平 因為在數位流的處理呢 除了你如何去RIP檔案 或者收集檔案 後續還有很多的檔案備份的動作 那數位流在概念上呢 如果對電腦比較陌生的人呢 可能沒有辦法想通 它的聲音好壞的差別是如何造成的 像這邊呢我就錄了一小段的影片 這個是我在用SpaFi操作的時候 去做的不同的一個方式 你可以看到這個小圓圈的圖案呢 它其實是透過SpaFi 在機器裡面的內建來播放的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小方塊的這個AirPlay串流呢 這個是從手機去播放 然後再透過無線網路去傳給你的串流機 一樣是使用SpaFi 不論是這兩個連接方式不同 很多人就搞不太懂 為什麼會有音質上的差異 那不只操作上面的概念要能夠融會貫通呢 數位流的周邊呢 當你在架構的時候呢 有很多的硬體都需要做填構 才能夠把數位流的聲音做得很好聽 那隨著音響科技的進步 其實呢這兩年已經有很多的串流機 網路線或者極限器這樣子的設備 它可以讓數位音樂呢越來越好聽 早期要說喔 數位流音不過CD的音質的話 其實現在已經是不太有這樣子的狀況了 很多玩家呢 他都會拿一台可能是二三十萬以上等級的CD機 那去對比一台用這兩三萬塊 數位串流DAC的數位音樂去做比較 那這種狀況當然CD機音質一定是完勝的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比較偏好的方式喔 其實不管是CD或數位流呢 我個人都有在使用 那我比較偏好呢 去買實體的CD回來收藏 會把我的CD呢轉成無損壓縮存在NAS 那看狀況再去使用它 如果今天呢 有時間可以好好的聽的話 那我還是會把CD翻出來 那經過播放CD的動作去欣賞這一段音樂 那像Tidal呢 Spotify KKBOX YouTube這些 這些我也都會用喔 因為很多音樂其實你是買不到CD的 那這種狀況下呢 其實我覺得倒不是音質好壞的差別 能夠聽到自己喜歡的音樂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把手上現有的軟體呢 發揮到最佳狀態 怎麼樣去架構你的音響呢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不要再擔心 Spotify或者說是YouTube 聲音會不會不好 很多軟體你真的只有在上面才能夠找到 如何把他的聲音做到最佳的狀態 這才是我們比較需要去做討論的地方